旅飞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一到现场 先由专职人员登记 填写姓名 性别 年龄 再量血压 测薪率等 再由导医员带到相应的 求诊科别的坐诊医生 针灸成为这次一诊的重点和亮点 吴明霞 熊秀荣是福建针灸界名医 患者求医 具其病痛所在 或头部 或手臂 或肩膀 或脚踝 或坐 或卧 针针对准病灶 酸胀之感 甚至有瞬间触电的感觉 传遍周深 一些轻微病症 立竿见影 蒸后轻松多了 针灸床一批接一批 此起彼卧 人们尽心等候 张瑶副主席您好 本次的福建桥连亲情中华 中医一诊走进菲律宾活动 造福了广大的海外侨胞 弘扬了中华文化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场就是有很多的 侨胞前来问诊 反响非常热烈 想请问您一下 就是是什么样子的契机 让您就是举办 这样一次大型的 议诊活动呢 大家好 那亲情中华 中医议诊团走进菲律宾 是我们福建省桥连 卫桥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那我们福建省桥连呢 宗旨 办会的宗旨 就是卫桥服务 那在卫桥服务期间呢 我们推出了很多品牌活动 其中有一项呢 是健康三宝 李主席您好 本次的亲情中华中医议诊 走进菲律宾活动呢 是由福建省桥连主办的 那么是什么样子的契机 让我们校友联 承办了这次活动呢 校友联则为在阁内 设个教育的中青年 爱格联合会 广大校友联 有着浓烈的爱格情怀 弘扬传承中华文化 促进中华友谊 提升华侨华人的健康服务 是我们校友联一不容许的责任 就是在这个这个前提下 我们校友联与辉华联会 联合几办 亲情中华 中格名义 菲律宾疫情这个活动 我们刚刚可以在那边的 议诊会场看到呢 今天就是非常的热闹 前来问诊的侨胞呢 也是非常的多 反响也是非常的热烈 那么在此期间 您有什么想要对 广大侨胞说的话吗 我们这个议诊活动呢 虽然是从9月20号到23号 这个活动只有三天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三个月前 就一直在积极的筹办当中 开了多次的筹办会议 那福建省的各位领导呢 关心这次活动 孙主席您好 本次的亲情中华 中医疫诊走进菲律宾活动呢 是由福建省侨联主办的 由我们的校友联 还有联谊会承办的 那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 让我们的校友联 承办了这样一次活动呢 这次那个福建侨联 跟联谊会还有我们校友联 在我们会所承办这个疫情 那么所以我们校友联谊是从阁内来的 我们的会员百分之百都是从阁内来的会员 所以说为华械 医务疫情我们感觉到很高兴 那秉兴我们也做好了很多准备工作 布置好会社 那个病床 还有那个医生的这个所有的学庇 我们准备了很多 所以说这次对他们的到来 我们表示欢迎跟高兴 好 希望以后这个活动能够即时进行 谢谢 杨先生您好 本次的亲情中华中议议者呢 走进菲律宾活动 是由福建省桥连主办的 由我们的校友联呢 还有联谊会承办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让我们的校友联 承办了这样一次活动 还有就是在前期都有哪些准备呢 校友联跟员议会呢 两个主机 他们的宗旨呢 是要加强非中两地的交流 特别呢 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 我们都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这一次的疫情活动呢 我们配合福建省桥连 他们的三宝 就是疫情活动带到菲律宾来 这个是我们两个会呢 进行了好多的疫情活动的继续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呢 多关心我们的校友 而且在居在立的 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这个是我们两个会 主要的目标和目的 就这么 好 谢谢